大家好,我是青木 今天推荐几款容易群生 也比较好养的一些多肉 这些还是蛮好上状态的 比如这种璀璨 璀璨它分红璀璨还有黄金璀璨 这种就是偏红色系的 叫做红璀璨 璀璨这款多肉 在夏季它也有一定状态 特别是阳光比较足 咱们遮阳不是特别厉害 那种情况下多控水 它的状态也不错 如果遮阳很厉害 然后又浇水 状态肯定是会差一些 它还是蛮耐高温的 夏天还不错 旁边这两盆也是蛮推荐的 这两盆长得差不多 左边的叫做花斑鹿 右边的叫做白鹿 花斑鹿的叶形整体会大一些 感觉它抱头和白鹿好像都差不多 花斑鹿可能由于个头比较大 看上去好像没有那么紧凑 白鹿它的个头稍微小而且 类似这种叶形的还有洛神都是很相似的 我感觉洛神没有这个好上状态 我的那盆洛神状态特别差 这边这个盆里面的是克洛伊 克洛伊还是克洛伊 我总是搞混淆 它也是特别好养的一款多肉 它抱头也蛮多 和它长得相似的多肉 还有艾伦陶蛋 艾伦和它比陶蛋那就好养太多了 陶蛋虽然也好看吧 但是在咱们这种地方太难度下了 头非常多非常密集的这一款叫做双花 双花这个品种它抱头就是很恐怖的 而且它上色也还不错 在很多多肉植物当中 它相对还是比较好上色的一款了 当然也不能浇水太厉害 什么多肉浇水特别猛 这个羊特别厉害 都是颜色不好看 旁边的这一盆叫做娜娜小沟 这一个品种是特别老的一款了 这个品种沟起来的时候 缺水的时候特别好看 有点泛红 这边这一盆叫做喷泉 喷泉是一个新品种 是前年还是去年出的 这个也是不错的 也蛮皮实 也特别爱抱头 一般紫色系列的肉 绝大部分都还是蛮好养的 而且也比较耐高温 比较小头的这一盆 它也是一种紫色系的 它叫做粉布偶 这种叶型咱们别看的很小 实际它还蛮皮实 也蛮经得起消耗 下去高温的时候好像也蛮不错 这边这个也是粉布 它摆放的位置是位于法师系列这一片多肉 这边遮羊稍微早一些 光照没有那么好 所以这个颜色配的比较厉害 这款绿色系的叫做小灯笼 它是地雅和特育莲还是什么 应该是特育莲杂交的 这一种它也比较爱抱头 而且它的叶型比较特殊 虽然颜色现在比较偏绿 到了冷天的时候 它出状态泛红也是特别好看的 即便没有出状态 它这种绿色由于叶型比较特别 抱的头多 好像也很好看 这一盆多肉叫做宝莲灯 宝莲灯也是比较好养 容易抱头的一款莲花座类型的多肉了 因为这里边的土质营养很差 我没有换土 所以这边底下的小窄长出来会慢一些 这么看上去感觉有点营养不良吧 长得没有那么肉嘟嘟的 它也是比较容易上色的一款 后面还有这种紫色系的 叫做丘比特爱神丘比特 这种紫色系的一般都比较容易上色 也比较好过夏 任何好过夏的多肉 在夏季高温高湿特别闷又不同风的情况下 都是有概率黑服的 夏天的遮阳工作 遮雨呀通风呀都比较要紧 这个视频就先拍到这里吧